我们小区有规定车子只能停放在自己的driveway上面 所以如果是露营车的话是完全不能停放的 那所以我们有租了一个停车位来专门停换我们的露营车 其实在买露营车的时候我们以为停车位很好租 结果我们家附近的这几间都已经满了 那如果是价位比较高就是上面有遮棚的也都已经满了 所以最后我们只找到离家大概30分钟车程的停车位 刚好我们昨天才刚露营三周回来 所以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我们的车位长什么样子 看到左边一间一间的就是仓库 在美国算是还蛮常见的 比如说你住在公寓那就是东西不够棒啊 或者是你要搬家临时需要找地方放一些家具的就可以来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大厦有不同的价位算是还蛮方便的 一开始租这个场地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有排候补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停车位 我们还是有排候补名单 只是因为这里离Cosco比较近 那我们就玩车或者是取车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来Cosco买东西 所以后来就决定一直去租下来 这个墙后面也会看到有公寓车 这里是RVR 就是有些人会坐在里面翻新月步行 然后就住在录影车里面 这个停车位一个月是60块美金 当初在订的时候刚好是剩最后一个停车位 那如果这个位置如果两边车子都停满的话 其实位置是有一点窄 就是有的时候要停好几次才会停好 今天刚好另外一边去录影了 所以我们今天再停的还蛮成功 一次就停好 有时候要给柠檬房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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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